上午去换个电源,电源不通电 换上电源以后还是不通电,主机开关没反应 其实这个问题也算是常见问题 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 之前坏电源导致主板保护了 主板上有一个原扭扣电池 把扭扣电池抠下来 先把电源的电拔了,断电 然后再把主机上的电池抠下来 俗称是放放电 然后再把电池安上去 再插上线就好了 反正是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 就这么简单 哎呀